雙手握緊或許你也抓不住太多 但是鬆開手呢 原本手上緊緊抓著的那個東西 它也會飛走 但是即使這樣 我還是選擇放手 不玩這個遊戲 因為只有這樣 我才能得到自由 生命也才不會被困住 你的生命才能展開 我故事說完 咦 這裡有個問題 前面兩個故事都跟網路有關對不對 後面好像只有近期巨人跟網路有關 其實近期巨人也跟網路沒關 只是大家都在網路上看 那第三個故事到底跟網路社群有什麼關係 沒關係啊 我們可以 好回來了 當我決定鬆開手 不寫入門 我認真教書 我認真寫書 我把上課的畫面都錄影 所以各位上我的課的同學呢 非常抱歉 有時候我會停下來 稍微讓錄影跑一下 那我還記得 我還記得 我還記得 董寧跟我講說 老師 為什麼我們要來上那個 Blender的動畫 課雷 我那時候其實沒有聽董寧的意思 我現在才會議過 然後 他說 後來我理解了一件事就是 其實 上我的課 反而比較沒有那麼有趣 因為 有時候需要搬來 有時候浪費時間 對不對 那真正講的時間其實沒有很長 那 你們很多呢 就已經在YouTube上面看完了我的課 再來上 不過是重不停一遍 沒有太多意思 那 所以 那時候是不是問我是這個原因 OK 現在我會議過了 那 我這種想法確實會有這樣的問題 所以 如果你真的不想來喔 其實 你就跟我講 說 OK 我已經看過你的影片了 那 其實 其實我們都可以讓你留來 因為 看影片如果比較有效率 何必來呢 那我們現在其實 我 我的做法已經一直都在線上 線上化的程度非常的高 所以 很多東西其實 只要自己練習都可以 你看好嗎 還是那些 provides 帥的 人